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奶框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50 facts about me 关于我的50个问题 之前我向大家征集了,就是大家对于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今天就会在这个视频里一一给大家解答 那这个视频肯定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聊天视频 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就请拿好你的小零食,拿好你的小饮料 躺在被窝里好好的看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叫做奶框 其实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把我妈妈的bra叫做奶框 我妈就觉得我很有创意,就一直这样叫我 就不小心被我的初中同学听到了 他们就这样一直叫我 还有些叫我阿框,框框 OK,第二个问题,身高体重还有胸围 我身高是1米6左右 体重大概是90斤到95斤 就是波动 一般来说冬天的时候会胖一点 胸围的话呢是84左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生活费的 其实这个大家好像还挺感兴趣的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我学生时代的话生活费还是挺宽裕 因为我爸妈从我比较小的时候开始 就给我卡,让我自己去买东西吃饭 一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忙 二是因为我也比较有主见 他们觉得我应该不会乱花钱 出国了之后呢 生活费是一次性给 比如说7000美金 然后用完了再跟他们要 所以这样子平均下来的话 应该一个月5000美金左右吧 但是,但是 从我上个月开始工作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要过生活费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比学生时代更穷 更苦 就真的觉得工作这件事情实在是内耗太大 第四个问题收入来源 收入 我第一次赚钱是在高三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时候托付SAT分数比较高 所以就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 赚了大概2万块钱左右吧 那是我第一次赚钱 赚钱之前呢 我在想我可能会拿这个钱去买买买 但是其实我把大部分的钱 就是用来去旅游了 我大概一个人去了三四个城市这样子 读大学的时候就做了一段时间的助教 但是那个工资就是蛮少的 大概一个小时10美金那样子 大家都知道B站有那个创作激励嘛 我大概赚了2000块钱吧 但是我还没有取出来 我就一直放在里面打算 就是到时候一次性取出来 去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公益啊或者是助学之类的 然后就是现在的工资啦 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不是很多吧 但是也够我自己用 第五个问题 家庭情况 矿力有家吗 我妈父母是做什么的 说到矿 我们家真的投过矿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反正就是亏了 所以说现在我提到矿 我真的心有点痛 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家庭 就我是独生女 然后我爸爸妈妈满爱我 也蛮靠谱的那种 他们就是小时候都很穷 靠自己一步一步发展事业 这样一路过来的 所以他们也觉得这就是年轻人 该走的路 就没有什么比年轻时候的贫穷 更理直气壮的 我妈在我心里就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九的完美的形象 不仅仅是因为她很爱我的那种传统的母亲形象 而是她作为一个女人 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因为她很能干 很有主见 很聪明 然后又很善良 有时没事就很喜欢去报那种成人班学习 然后她教会了我怎么照顾别人 还有照顾自己 所以我真的在家里面我永远是跟她站在统一战线的 我爸的话呢就是一个思想比较传统的那种憨憨的老实人 I guess 可以这么说吗 在家的话经常被我和我妈怼来怼去的 她呢就是很早就辍学出来工作了 然后后来自己去考了那个建筑工程项目经理 所以她现在是做建筑工程的 我妈呢就是帮她做会计 然后自己也做一些投资理财 第六个问题性格 私家里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处女座 所以我的性格也是比较处女座的那种 有一点强迫症 比较喜欢跟自己较劲 比较慢热 不太主动联系别人 所以我的圈子比较小 很好很好的朋友可能就七八个了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不是那种内向的类型 我只是偏倾倾型的 就可能是少男少女之友吧 很多人会来喜欢找我倾诉 我熟了以后其实蛮疯的一个人 就蛮喜欢玩梗开玩笑的那种 第七个问题平时最喜欢干什么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做什么呀 我喜欢看书看剧 健身跳舞 还有嫁厨练字 和朋友喝酒聊天 第八个问题 纹身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看起来很假吗 我因为怕疼 所以纹路都很简单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小女孩 就是环抱着自己的样子 然后形成了一个心形 它的含义就是 Love yourself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含义 第九个问题 奶筐追星吗 为追星做过最疯狂的是什么事情 我以前追过少女时代和XO 我特别喜欢吴亦凡 灿烈 还有时讯 现在的话呢 喜欢Blackpink的Lisa 还有Wonder 特别喜欢那个木子洋 李正言 李正言 我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 在我高二的时候 我第二天要在杭州考AP 然后头一天晚上 我还在上海看XO的 就是fan meeting 好像是这样 然后那一场呢 也比较巧合 就是XO12个人最后一场 因为那之后 好像吴亦凡就退出了 第十个问题 拍照用的什么设备 我用的是 就是UP主人手一步的 佳能G7X Mark II 我觉得录像效果还不错 但是拍照的话就比较一般了 十一个问题 奶筐做事情的初心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当UP主员 我做事情的初心 肯定是因为感兴趣吧 当UP主有几个原因 第一点是因为 那段时间 我经常上YouTube和B站 看各种美妆 还有直播 觉得还蛮有趣的 第二个呢 是我那段时间刚好比较空 学业没有那么忙 然后我又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所以我就拿起我的相机 拍了第一支Vlog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去研究怎么剪视频 剪好了第一支视频 就发出来了 然后第十二个问题 最满意身体哪个部位 脑子 还有腰吧 第十三问题 怎么保持体重 我其实不是特别在乎 就是体重的波动 因为就是人生 就是要偶尔享乐 偶尔受苦的嘛 就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就能够瘦得回来 嗯 饮食方面 我对自己不是很苛刻 我不会去吃水煮西兰花 或者水煮鸡胸肉这种 也不会就是断食 因为我一旦很饿 就会更想要吃那种高热量的东西 所以我如果减脂的话 我一般会吃正常的那种炒蔬菜 白酌 虾沾一点酱油醋 鱼片豆腐汤 这个很好 还有番茄炒鸡蛋之类的菜 然后呢 我会用粗粮 全麦面包 或者是那种魔芋丝 代替主食 能不吃米饭的时候 就不要吃米饭 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真的 真的很想吃高热量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蛋糕 你就安排在上午把它给吃完 你就有一整天的时间 去消化它 而且你就会带着那种 吃了蛋糕的罪恶感 过一整天 就会逼着你少去吃一些别的东西 没有运动的瘦身是不长久的 那我体重巅峰 大概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 是110斤左右 然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通过游泳 还有精油按摩瘦腿 瘦了大概10斤左右 然后我高中毕业之后呢 就跟着SKEEP 美丽芭蕾 还有周六夜的视频练 慢慢的就形成那种益寿体质吧 因为你肌肉量上来之后 你的基础代谢就会高嘛 那样的话 你偶尔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也不容易胖 我记得我之前有录过一个视频 就是讲我如何从95斤瘦到90斤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第十四个问题 风胸小Tips 首先让男朋友多按摩 肯定是不行的 我觉得50%靠精 50%靠后天努力吧 我自己的经验的话 就是多喝豆浆 因为我从初二到高一的那段时间 我几乎每天喝一杯豆浆 然后我从A涨到了E 后来就是瘦下来之后 大概小了一个cup 按摩的话呢 有助于血液循环 这是肯定的 对胸部的健康是好的 但是能不能长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挺胸抬头 不要含胸 选择适合自己的内衣 不管你胸大胸小 自信最重要嘛 还有一点就是 初中高中的小妹妹们 一定不要盲目减肥 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去减肥以后 但是你发育的那几年 就是特别重要 过了就没有了 OK 下一个问题 平时喜欢吃什么喝什么 我喜欢吃一切关于抹茶和年糕的东西 喜欢吃我妈做的肉麦饼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小吃吧 还有我喜欢吃红色系的水果 草莓 西瓜车里子 还有红心柚 饮料的话 我比较喜欢喝咖啡 就是美式拿铁 或者是dirty 都还蛮喜欢的 然后还有就是豆浆和牛奶了 第十六个问题 推荐的好吃的 我最近吃了那个康师傅的黑椒牛排面 巨好吃那个黑椒味 然后你再给他加一个鸡蛋 和一根火腿肠 然后配一杯一鸣真鲜奶的枣奶 就是红枣味牛奶 微微的冰的那种 当夜宵简直了 然后十七个问题 推荐一下适合学习英语的美剧 我最近在看的那个Young Sheldon 就是少年希尔顿 他是生活大爆炸里面 那个Sheldon的童年的故事 我觉得他特别适合练英语 是因为他的整个setting 还有他的conversation 都非常生活化 而且很适合你去了解一些 美国的文化之类的 还有美式幽默 然后他的角色的发音和语速呢 也都是比较好模仿的那种 第十八个问题 有男朋友吗 有的 第十九个问题 感情经历 我其实挺早说的 就是初中开始 就有那种喜欢和被喜欢的经历 但是只是就是聊聊天 也没有做什么吧 所以我不太确定算不算谈恋爱 然后从初二开始呢 我就喜欢上网班一个男生 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可爱的 自带萌点的理科男 成绩很好 长得也很好看 就是白白瘦瘦 眉清目秀的那种 然后我喜欢他 其实是一个比较偶然的瞬间吧 就是当时是我初二的一个冬天 因为我们学校是寄宿制的学校嘛 我来给大家好好讲一下这个故事 那天早上呢 天气很冷 然后我在那里站岗查晨跑 几乎每一个从我旁边跑过去的人 都是超近道 直接从我旁边跑过去 然后带起了一阵阵的冷风 就是真的冻得我瑟瑟发抖 只有他一个人 是照着原来的路线 绕远路跑的 然后那一刻我看到他绕远路跑过去 我就觉得 哇这也太高大 太正直了吧 这个形象 我喜欢他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 回去以后就跟我的朋友说 然后我朋友一脸 Are you kidding me 那种感觉 因为我跟他真的就是特别 联系不在一起的两个人 我是那种文艺神经少女 然后他是那种正直朴实的理科男 但是我真的喜欢了很久 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吧 我当时就是会 故意的去 问他物理问题 然后向他借书 然后下课的时候 找他聊天逗他那种 然后毕业的时候呢 我送了他一本插画本 和一个小飞机的吊坠 然后我记得他送给我一个 就是印着泰格尔的诗的书签 还有一个他的一寸照 我一直还放着 到了高中呢 我就忙着出国 我就没有怎么联系了 后来呢 就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感觉我的感情 就是一直挺顺利的 遇到的人都蛮好的 都能够给我带来一些 积极的影响吧 第二十个问题 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我从小喜欢的男生 都是一个类型 就是外形的话 是白白瘦瘦 比较干净 那种少年气的感觉 性格的话呢 就是聪明 认真 单纯 很朴实 自带幽默感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理工科的男生 第二十一个问题 有一个喜欢的人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不管他跟不跟我在一起 我都很开心 都很期待明天 行为上的话 就是会忍不住的 想要买他喜欢的东西给他 因为我是一个对待感情 还蛮主动的一个人吧 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感觉 第二十三个问题 印象中浪漫的事 记忆深刻的是 我跟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遇见的那个故事 还蛮印象深刻的吧 当时我是高二下学期 然后我们俩都在上海的一个机构 学SAT 他坐在第二排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就是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脸 我只知道他是来自于武汉 因为我们老是叫他武汉哥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 他就从我旁边走过去 我就觉得这个男孩高高瘦瘦的 白白的 然后很文气的那种感觉 很少年感 我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后来就有一次 老师请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 他就坐在我斜对面的桌子 大家都在等菜 只有他一个人在很认真地 看那个SAT的试卷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男孩子好认真啊 那个背影一下子 就是抓住了我 然后我就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 但是后来我也没有去 要联系方式 就捷课回家了 大学录取之后呢 我就录了Emory嘛 我加了那个Emory的新生群 他也在里面 他主动过来加我 跟我聊天 我看他的照片 就是还蛮眼熟 然后一看又是武汉的 我就觉得 诶会是他吗 但是 所以我就发那个照片问他 结果真的是他 然后我们就聊上啦 过了几天 我们去了上海的半导酒店 Emory在那边办了一个新生reception 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他就过来主动跟我搭讪 一整个晚上就一直在偷瞄我 到后来我们去别墅烘趴嘛 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桌人 大概三四十个人 玩真心话大冒险 大家就问他说 在现场的这些人里面 就想跟谁在一起 他就特别实诚的说 想跟我在一起 就是 嗯 还挺浪漫的吧 第24个问题 两个人相处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我比较在意精神高潮啊 就两个人在一起 说话做得很默契 而且能一起玩梗的那种 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相处的那种 舒适度很重要 它取决于你沟通的意愿 和你磨合的技巧 当然三观和物质基础 还有生理吸引 也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过分强调说 我们三观不合适 但是他却不愿意跟你去磨合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 可能是走不到最后的 第25个问题 为什么能做精致女孩 其实我觉得做精致女孩 不一定是要有多少的包包 化妆品来堆砌 最简单的精致 就是保持房间的整洁 隔一段时间整理一次房间 因为一个人的房间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嘛 还有就是健康饮食 多运动少熬夜 养出自然的好气色 多看书少抱怨 培养那种温柔的气场 对 这就是我理解的精致女孩吧 就不完全是那种物质上的高消费 第26个问题 有什么专注的方法吗 说到专注 让我想到以前看过的一本书 叫做How to Concentrate like Einstein 里面提到了提高注意力的 最佳实践方法 我自己觉得还蛮有用的 第一条是呼吸法 就是当你上课神游 或者你想要静下心来学习的时候 你要先尝试深呼吸 吸气4秒钟 摒气3秒钟 然后长长的呼气6秒钟 中间休息2秒钟 再开始下一次的呼吸 所以一分钟大概呼吸4次的样子 这样子慢慢的 你就能够静下心来 第二点呢 是有一个固定的学习时间 比如说晚上8点到11点 是固定的学习时间 那你就会养成习惯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一定要保持精神的专注 第三点是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样子才会把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当回事 还有第4点呢 是适当休息 大概学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站起来休息10分钟 倒杯水或者是痘痘猫都可以 第5点呢 就是改善环境 在你的书桌周围 避免出现像是红色 或者荧光粉那种特别 distracting的亮色 还有呢 就是保持书桌有序 在你学习之前 把你所要用的所有的东西 都放到你的桌上 这样会有效的减少你学习的时候 去找东西的时间 也会让你能够给大家的专注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你可以把手机调静音 盖上放在旁边 或者你也可以放一点轻音乐 但是千万不要放跟自己 就是母语同样的一个音乐 比如说如果你放中文歌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它的歌词带走 你可以放一些法语歌 或者英语歌 像我的话 我就比较喜欢听爵士的那种纯音乐 接下来就讲到专注力的一个训练 其实它是有训练方法的 我觉得其中讲到最有效的两点 一个是你闭上眼睛 去想象你的面前是一条路 然后旁边都种满了树 这条路一直延伸到远方 形成了一个点 然后你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子 去想象它延伸的样子 会让你的精神集中到一个点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闭上眼睛 想象一个孩子在当鞦韆 然后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 这个鞦韆就会慢慢地停下来 想象它停下来的这个过程 就会让你的心慢慢地静下来 这是两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方法 还有一点我自己想补充的 你在看书或者是做题的时候 手一定不要停下来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手停下来了 脑子就会停下来 特别是在面对着一篇很难的阅读 或者是一道很难的数学题的时候 我自己的话如果是在看阅读 我就会不停地拿笔去画出 一些有用的信息 或者是直接拿笔指出 我正在读的那一句话 如果是我在做数学题的话呢 我也会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用笔在旁边提取出关键词 画画图啊 然后来帮助我思考 第27个问题 怎么保持自信 那自信的话 我的理解是相信自己的价值 尊重自己的需求 接纳自己的好与坏 然后享受快乐 那首先的话 自信我觉得自很重要 就是一种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就是 使自己不受外力的控制 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活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是自信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先从相信自己的价值 开始说起好了 那既然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就必须得有点东西可信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变成了盲目自信 招人讨厌了 我坚信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发扬你的优点 改善你的缺点 发扬优点的部分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一到两样 做的比较好 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 不管是手工啊 还是烘焙啊 或者是体育都可以 专注于你做的好的一到两件事情 努力发扬 这样子不仅自己会有成就感 别人也会来欣赏你 使你变得更加自信 那改善缺点的部分呢 我觉得最快能够改善 而且能够最快的增进你的自信心的 就是改善你的外貌和身材了 现在网上的攻略那么多 如果你真心想要改善你的外貌的话 其实你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 对于男生来说的话 我觉得只要保持头发干净 衣服干净 然后脸上不油腻就OK了 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没有这个毅力来坚持下来减肥啊 其实这种说到做到的自律心 是可以培养的 我觉得无论大事小事 如果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没有达到的话 就等于在对自己说 我说的话没有用 我做的承诺不是个事 那这样就是一种自我否定 那要和谈自信呢 对不对 不自律的人会不自信 不自信的人会更加的不自律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为了不掉入这个恶性循环呢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制定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 比如说如果你制定的目标是 这周我要受五金 或者这周我要看两本书 那么大概率你是完不成的 如果你完不成 你就会开始否定自己 责怪自己 那instead你可以给自己 就是制定一些 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 比如说我这周要受两金 我这周要看半本书 这些目标你其实努力一下 都是可以达到的 努力做到言行一致 才会让自己觉得 自己说的话是很重要的 从而尊重自己 相信自己 刚刚说到制定目标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制定目标和完成目标的这个过程 能够让你专注于生活 能够让你获得满足感 不会陷入到那种怀疑人生的境地当中 这个目标要很具体 你不能定一个目标说我要赚钱 你应该定一个目标说 我这周要写一篇稿子 我要赚到两百块钱的稿费 或者你并应该说我要瘦身 而是应该制定一个 我这周要去运动两次 每次要运动两个小时 这样子具体的目标 然后就是第一不知道几条 自我接受 接受生来改变不了的东西 比如说身高 像我小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很小只的那种 我隔壁姐姐就会笑我说小不点 然后我就跟她说浓缩才是精华 我不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是真的这样觉得 因为我跑得比别人快 我脑子也很聪明 为什么我要去在乎身高这种 改变不了的东西呢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接受 作为人的不够好的一些天性 比如说遇见大场面 我们会紧张 或者我们焦虑的时候就想吃甜品 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是由激素挑剂的 我们真的很难战胜它 这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你就接受它就好了 是我们的缺点 使我们变得更加完整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自我肯定 把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放在跟别人的需求和愿望 相同或者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上面 不要一味地去迎合别人 要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不 其实那种讨好型人格的人 是会活得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们经常会陷入 自己的需求和别人需求 碰撞的那种纠结当中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人 凭什么我要让着你对不对 我觉得特别是一个女生 你可以是一个很温柔亲切的人 你也可以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有原则的人 这是不冲突的 第28个问题 怎么提升自律性 其实自律性我在前面 也提到过很多次了 把上述我说的 关于专注力 还有关于自信的一些方法 做到的话 自律其实并不难 因为我觉得自尊自律自信 其实它是相通的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自我意识 意识到自己是很重要的人 自己说的话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对于别人 还是对于自己 那50 Facts About Me的Part 1 就到这儿结束啦 我们下期视频